第八章 改变 虚拟宇宙 原始区 柏兰的修炼场正是一片冰天雪地恩 积雪足以淹没人膝盖 柏兰就盘膝坐在积雪上 纸翅 裸着上半身露在冰雪外 闭着眼 柏兰 一道冰冷声音响起 哗 柏兰站起 积雪洒落四周 他转头朝后面看去 一名身材高瘦 双眸狭长 仿佛毒蛇 全身都散发着法则波动的男子出现在冰天雪地中 政府看着柏兰 罗锋已经闯过通天桥第七层 怎么受打击了 老师 柏兰微微恭身 没多说 原始秘境成员是专门会配备一名不朽存在来教 而且会根据原始秘境成员的需求 还可以更换不同的不朽老师 眼前这位就是一位风猴级的不朽 愚蠢 可笑的愚蠢 男子那阴冷眸子扫过柏兰 你现在还愚蠢地坚持你一开始的想法吗 老师 我已经想通了 柏兰微微恭身 说 阴冷男子道 我承认 我过去自大 过于太相信自己 柏兰低沉道 宇宙混沌杯参修 我决定走偏空间法则一脉 这才是最明智的 阴冷男子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就好像父母为孩子做一些决定 孩子固执己见 可是当孩子们长大后 大多会发现 其实父母给他们的路才是对的 一个道理 柏兰的决定一般都很明智 年幼时 很多强者都没他聪明 他的选择一直是对的 可是 在混沌城选择哪一尊混沌杯的问题上 给柏兰提建议的 那可都是一群不朽们 甚至于是有些担心天才陨落的宇宙国主们 不朽们乃至宇宙国主 眼光何等高 悠久的寿命 令他们见过多少天才的历程 他们的建议 其实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或许 柏兰坚持过去的 万年 十万年 百万年后 也能成不朽中的超级强者 可是同时代的罗锋 恐怕早就远远将他甩在后面了 你的空间天赋 是我见过最夸张的一个 阴冷男子冷声道 就是和传说中的那些个天才比 单单比空间天赋 你也算一等一 你现在的决定 很明智 你必须为你 有罗锋这个同时代对手而庆幸 因为他 惊醒了你 阴冷男子说道 柏兰沉默 眼眸中却是泛起一丝特殊光芒 罗锋吗 你既然做出选择 那么就开始按照我的教导计划来吧 阴冷男子说道 宇宙混沌碑是兼修空间 时间 可即使亿万年下来 又有几个能时间 空间同时发展 进步速度相当 所以 参悟宇宙混沌碑 有三种方法 一种 是时间为主 空间为辅 一种 以空间为主 时间为辅 一种 时间 空间结合修炼 第三种一早成功 是最夸张 最变态的 之前 柏兰选择的 就是走第三条路 而现在 却是选择 走以空间为主 时间为辅的道路 路选对了 进步速度 那就真的惊人了 罗锋 罗锋 赶紧过来 疯子 到乌卡这边 正在翻阅 时空随笔 第三册 认真思索 参悟的罗锋 连续接到乌卡 荣军的一封封邮件 那二人也是担心 打扰罗锋修炼 所以是发邮件 虚拟助手巴巴塔 会根据罗锋的情况 会择机 告诉罗锋有邮件 他们两个 这么急着找我 罗锋笑着摇头 随即 直接窜出 阳台 直接飞到半空中 而后俯冲向旁边 不远处的乌卡 居住的庄园 客厅内 乌卡 荣军二人都坐在那 面前桌上 也有着美酒 疯子来了 荣军站起来 罗锋 罗锋 乌卡则是第一个冲出去 迎着罗锋 就是猛的熊抱过去 干嘛 罗锋吓得一闪 躲到一边 笑看向乌卡 这么热情 疯子 你实在是太牛逼了 乌卡一把抓住罗锋的手 直接拖到客厅内 罗锋看到客厅桌上的 有好似玉竹储存的美酒 特别看到玉竹上两个复杂的文字 雷雨 不由一惊 惊呼道 乌卡 你这小气鬼 竟然舍得买雷雨酒 雷雨酒 在现实中 恐怕就是真眼王都舍不得随便喝 就算是虚拟宇宙中 这一壶雷雨酒 就高达三十二混元单位 等于一壶酒 就喝掉了一名借主的全部财产 喝掉了数十个星系领地 不过罗锋 荣军 乌卡三人中 毫无疑问是乌卡最是富有 没办法 谁让人家老爹地位高 乌卡的父亲 在荒满宇宙国 都是最顶尖的几个大人物之一 可即使如此 也不敢这么乱花钱 一壶酒算什么 乌卡热情地轻轻地旋转开玉竹酒壶的黑尘木赛 而后给罗锋倒酒 酒夜半透明 隐隐有着一颗颗晶莹露珠 在其中悬浮式的 而且酒夜内的露珠 兼还有着丝丝电光流转 虽然这雷雨酒 没有现实中改变体质基因的一些奇效 可是从身体 灵魂感受角度来说 却是一模一样的 在虚拟宇宙中喝雷雨酒 是极度奢侈的行为 不就一壶酒吗 兄弟你闯过通天桥第七层 是在太有劲了 痛快 痛快啊 乌卡忍不住喊道 哦 你们都知道了 罗锋一正 疯子 你很无耻 旁边正无比享受品味雷雨酒的荣君 不由来了一句 是无耻 这种事竟然都不说 幸好坚守者八分都给我们来邮件了 乌卡说道 靠 罗锋一瞪眼 这八分竟然 哈哈 这邮件来得好啊 乌卡连说道 你是没看到 自从前段日子 虚拟宇宙公司发来一封邮件 写了有关资格战的一些讯息 过去太初区内部还算平和 可那邮件之后 太初区内部一下子力气中了很多 大家都在争 就怕被踢到天地秘境去 乌卡摇头 那些老人们很瞧不起我们八个新人 我看得很不爽 所以经常去跟他们斗 经常斗 罗锋一正 乌卡紧紧闯过通天桥第五层 而宇宙级的三十名老人 五人是通过七层 还有二十五人都是通过六层 怎么 不能斗吗 我们满卡新人 就没有低头服输这句话 暂时输了 回头再战 乌卡冷哼道 那群白痴一个个自以为是 最后还不是被我给伤了 不过 这还不算痛快 痛快的是 他们一群人看到那邮件 看到罗锋尼闯过第七层的讯息邮件 你是没看到 他们的表情 那叫一个精彩 很多人都震惊瞪大眼 有些都惊呼不可能 乌卡哈哈笑道 当时我在那边狂笑 取笑他们 他们硬是没法回嘴啊 我那叫一个痛快 回头就买了雷鱼酒 来电犒劳犒劳我们新人的大功臣 也是现在我们这一届新人中的第一人 暂时的第一人 旁边荣君露出一丝笑容 看了看罗锋 嗯 暂时的第一 乌卡连点头 罗锋笑了 和乌卡 荣君关系之所以好 是因为大家骨子里都有相似点 就是永不服输 或许暂时的落后 可大家不会泄气 而是会不断进步 乌卡 荣君 我接下来准备继续去接修炼任务 罗锋说道 不过我对修炼任务知道的很少 你们有什么建议没 修炼任务当然难度越高 积分奖励越惊人 乌卡说道 我有些建议 我已经将这一百年的十个任务额度都做掉了 荣君说道 这些还是我老师跟我说的 三人开始议论起来 罗锋的计划 是先闯过通天桥第七层 而后则是抓紧时间去做修炼任务 通过一系列的现实中的实战 以及一些修炼任务场景的特殊环境来磨砺自己 提高自己 经过血落世界这一任务 吃过一次大好处后 罗锋现在可不仅仅将任务当作普通事 每一个任务世界 背后或许就有一些隐藏的大好处 就看自己能不能弄到手 当然 前提是得量力而为 三人一番聊天 罗锋对即将怎么选修炼任务 也有了更清晰的计划 这就真好 这感觉简直比突破到宇宙级 生命跃迁的感觉还要美妙 罗锋闭上眼 感受着身体基因的变化 灵魂的那股舒适 当然 这些都是在虚拟宇宙中模拟出来的 如果是真正雷雨酒 就不是乌卡他们买得起的了 就该是真眼王 同难王那种强横存在 无数年才偶尔奢侈那么一把 酒喝得很爽 我也该去上课 今天这一课是风王级不朽讲解 很适合我 罗锋起身 嗯 不送了 你去吧 容君 乌卡三人都躺在沙发上 回味着那雷雨酒的滋味 根本不愿起身 修炼是该拼命 偶尔奢侈的时候 自然该沉浸进去享受 这两个家伙 罗锋笑着摇头 随即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飞出去 冲天而起 而此刻 在太初去另外一座庄园内 今天这课程是描述空间 经这两大本源法则结合之法的 那罗锋肯定会去 莫伊林 阿石 你们俩也去上课 趁机找个油套 想办法和罗锋一站 摸摸着罗锋的底 知道他的一些绝招 有所准备 到时候资格站 才更轻松 穿着银灰色长袍的男子说道 让他冲天 受责了 甚至是 冲天 福音 明镜 AF